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爸爸那边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现在全社会在讨论一件事 中西医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你像我爸爸妈妈那天看一虎一席谈 两边辩论 我看那集 辩论 但是你看我们家人 比较偏向西医派的 你比如我爸爸看了就觉得 人家那个博士讲的有道理 中医这个是这个没准的一个事 所以我就想起来 然后我一问他 他是祖传名了 我中医原来 我爷爷 然后你们叫什么 祖父吗 祖父就爷爷也是 我爷爷 能叫爸爸吗 还有那个老爷 你们叫什么 外公 外公 都是中医 哎呦 那你没有学吗 因为我听说这些都是家传的 我没学 然后那个 他们就很不幸 因为都是就是 就失传了 就是失传了 而且我老爷的这个医书是非常高明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中医的隐忧 因为其实中医 很多东西你如果不是从小学 你中途插入的话 其实是学不到那个精髓所在 比方说我认识一个 我自己本身还蛮信任的中医 他说他自己目前也面临到一个就是 亲黄不结 他不知道接下来该传给谁 因为一定要从小培养 比方说 如果你要学会中医 除了经脉之外 你要学会推拿的话 其实那个指令 你得从小就学 你不是硬按那种 硬按那种 你很快手可能三四十岁就废掉了 你自己也要念一点气功 或是内功 所以得从小培养 可是现在就呈现一种断层的状况 你知道现在的问题是 你甭说中医这个那个 人家中医院院长都说了 我们这儿这个年轻人学中医出来的 其实都是西医 因为西医是他上学 他受的一个基础训练 就说他现在到底有几成是西医 几成是中医 这事都难说 你就更别说 有什么纯 你们两位信不信这个 我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首先我这个目睹过 这个我的这个老爷的医术 他是那个叫做祖传下来的 他的祖上是浙江 大里巴 大里巴 可厉害 是浙江那个绍兴人 然后给 清 就是最后举家千金 是给清朝的皇帝的妃子 看病 治疗不育症的 因为妃子你知道吧 被皇帝 有了你 不是 妃子被皇帝宠兴一次不容易 要 一举重地 对 这个这个话总结的我都说不出来 一举重地 我还听说那个时候 太监有一种秘密的医术 就是这个如果妃子不想让他生孩子 他跟皇帝这个同房完了之后 好像是摁他大概是后尾巴骨上的一个什么穴道 我知道摁他 你看你这是满青十大酷刑里面看来的那种吧 是吗 你会有这事吗 就是说 他是我的这个外祖父专门治不育症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不是 还有就是一个秘诀 所以这是我比较其中医的一个根据 就是生男生女的秘诀 我有 真的吗 我现在有儿子有女儿 我现在 是爱你外祖父的方法 对对对 我们家都是啊 你看我弟弟 我妹妹生的那时候都是 你这个话不能在电视上随便乱讲 你这为什么 我跟你说 我有什么危险吗 不会 我跟你说 没有 你会很忙 你会很麻烦 很多人会留言 我跟你说 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大概在十几年前 他就是说他想生男孩 我把这个秘方告诉他了 结果生的时候 生了女孩了 他就找我来算账来了 后来我一问 他把方法完全计反了 哦 所以生了女孩 对 让他吃什么 他没吃 他吃那个对立面去了 让他往左他往右了 就这个意思 你这可要当心 可要当心 我跟你说 从他 你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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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晚得有需求 为什么我跟你说要当心 就说明为什么你知道现在讨论医学问题 大家是个全国性的一个讨论 因为我体会太深了 其实在中国种种重大矛盾之外 重大问题之外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寻医问药的问题 你知道就说人寻医问药的心情到什么程度 就我们这比如说一个嘉宾 叫伟哥 李伟吗 有一次 当然一个朋友 说发明 又说有一种治癌症的药 实际上美国那个还没检验期 还没有结束 是一个实验过程的药 他说 能治好癌症 我跟你讲 郑老师 这事困扰了我们长达半年的时间 所有四面八方的人 包括我的亲戚朋友都通过人问 你问那个李伟 在哪可以买到那种药 你知道因为家里有了这个病人 一旦听到这个 就一根救命稻草 怎么着都来试一试 你今天说这事 他生女孩没这么迫切 跟治癌症不能同日而语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 很迫切 尤其是在中国不是只能生一个 对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我当然得把握这个 可以选择的机会 对不对 虽然我是不太赞成 我觉得中医不应该用在这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生男的跟生女的 应该是上天给予我们的礼物 对对 这个事是OK的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很想跟我姥爷学妇科的 其实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 是当一个妇科医生 妇科医生 但是我有一件事是被中医把我坑了 就是说在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事 就在文革期间 就很小的孩子要去拉链 不知道吧 就是让你到很远的地方 给平下中农 这个农民 当义工 你的话叫当义工 就是给他免费打工 就帮我们平下中 能割稻子了什么的 就从这个北京的 这个马垫的这个地方 现在叫马垫立交桥 一直走到什么东北望 前沙镖后沙镖 就医科医院后面 还扎出去好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 就是连夜走一个晚上 结果到了那以后 我就发现不对头了 这个就是大腿根疼 大腿根疼 性病 那时候还没这么好的病 那时候还没这么好的病 结果跑到厕所 我自己一摸 就发现这个 一侧的 一侧的 大腿根一侧 鼓了一个包 实际上是叫科学的说法 叫西医的说法 叫小肠膳气 对对对 膳气 膳气 我很熟 就得了这个病了 然后我的这个父亲 就把我带到西寺 西寺的这个十字路口 然后在大县上开到 西西西北角的一个中医 中医门诊部去 现在还有吗 现在我不知道还没有 当时就把我放倒在床上 然后就是这么长的针 这个医生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是13岁 他这个针是这样的 消毒的 天 就在嘴里这么弄了一遍 然后就有迅的一不及 咽尔的速度就扎进去了 因为他扎的肚子 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这个扎了四根 这个肠子来不及躲 就把肠子扎穿了 叫附膜炎了 然后他要醒针四十分钟 就苏醒的醒 我当时躺在那儿说真的受不了 我就眼睛就看见窗户外边的那个 五轨电车的那个 那个辫子 就是五轨电车的辫子 我就数过了多少五轨电车 大概数了过了一百多个 他才把针过拔出来 当天晚上就住到301医院去了 就急性抚摸眼 这也是给坑过 所以说我就说我觉得中医有个什么问题 他有厉害的 确实 但是你得找有功夫的 功夫深的 可是他这样一种东西 也容易滋生骗子 你说是不是 这个还是正经的 还是有执照的 还是随数够的 经验也够的 你们说的是这种老医生 这个还不算事 后边又跟着事了 然后那个时候部队的孩子要就也腐败 是吧 他要逃避上山下乡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 我懂了是吧 然后要逃避上山下乡 就要部队的这些人 就让自己很小就去当兵 当兵有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善气当兵是你不可以进行 对对对 出操 对吧 而不能使劲 然后我就要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求助于西医 切除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父亲提了一个要求 就说现在实行真刺麻醉 就不打麻药了 给你扎针 然后呢 就起到麻醉的作用了 这是用中西医结合 就你说的这是中西医结合 就在文革期间的一个产物 后来我父亲就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 我那天就 就是这个坐在这个 躺在手头台上 然后就是全脱衣服全脱了 是吧 做这个手术 扎三个针 通上电 绝对没起作用 事后医院承认这个针刺麻醉 一点作用都没起 哎呦 哎呦 那个疼的 然后那个 而且那个疼还能忍受 这个疼忍受不了 他是用这儿的疼 分散你的注意力 然后护士就拿给我一张照片 说小伙子 你要当解放军了 是吧 你应该不怕疼 我说我不怕 然后但是太疼了 他说你看看 他都不哭 他说照片上这个人都不哭 我也没哭 然后他就说 你就说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你知道这句话吗 毛主席 排出版权 争取胜利 我大概说了几千遍 把这个整个过程 大概是一个小时 哎呦 哎呦 所以咱们无怪乎是老乡呢 你说这个事 哎呦 我也有我的这个回忆 我广告之后跟你讲 好 羌羌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就说这个针刺麻醉 我都真不知道该怎么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材料 上面还写着 一什么1978年吧 尼克松访华 当时中国医生 在美国专家团面前示范 针刺麻醉 开堂 手术 让美国人大惊失策 这家伙祖国的这个厉害 对吧 可是呢 你看这是你亲先经历的 我我哥哥 当年搁这个扁桃线的时候 就在石家庄 当时也是这样 针刺麻醉 不是给我哥哥来了这个 而是说这个 这个把我哥哥给吓着了 因为就前半的这个军人 针刺麻醉 搁扁桃线 搁扁桃线就拿个带钩的小钳子 咔钩出来 拿这个咔嚓 就给你弄弄了吗 黄豆大的喊主 那个士兵真坚强 黄豆大的喊主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是吧 善气跟这里不太一样 你说的呢 所以说你说这个中医啊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 特别喜欢听中医的道理 一听了 我觉得是醍醐灌顶 哎呦 真好啊 这种世界观 这种 可是呢 问题在于 他 他 他没准 你 你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啊 我碰见一老中医 他吃好我的病 我跟你说 他是怎么 怎么回事呢 我也是大腿根 长了个东西 不是善气 也不是性命 就是说 一个一个类似于 小牛子 或者小油子 那么一个一个东西 也不算怎么着 你说他 他用 他让我用这个熊胆粉 和这个胖大海 把胖大海泡发了 每次再加上熊胆粉 贴在上面 确实过了一段时间 就消失了 就是胖大海 是治嗓子的吧 对 那他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厉害 你想思维 因为他是什么原因呢 胖大海是一种 蓬缩率相当高的东西 对不对 一泡滑能泡很大 他说 这叫收敛 包括熊胆粉 都起到这种收敛 缩敛的作用 你说这个东西 但是他好了 对 可是反过来 我在北京 病了两个礼拜 就那阵 感冒什么什么的 我老实讲 吃什么双黄脸口腹 一开始医生 都给你开这些 吃啊吃啊吃啊 吃两个礼拜 好不了啊 好不了 最后我那朋友说 头发安便 对吧 你说他不好 一吃第二天好了 什么安便 头发安便 我那一种消炎药 西药 西药 你说这个东西 我自己亲身的感觉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的家庭医生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会自己去斟酌说 我最近哪里出了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找谁 有些 有些大一点的医院 他们其实是有家庭医学科的 所以家庭医学科就是 你不知道你应该找哪一科 你只是有这样的症状 对 所以我们其实目前 如果我们之绪够发达的话 我们就是自己的家庭医学科 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去看哪一科 就像前一阵子 我八月刚拍完戏 回香港的时候 我突然变得很喘 什么喘呢 就是那种 突然就坐在那边也觉得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喘不过气来 然后那个气好像也只能吸到这儿 没有办法下去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去看了中医 这个症状我就去看中医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去看了中医 然后中医也是 他说可能是鼠热机在心里面 尤其是供了心肺了什么的 然后所以他就开了一些要给我吃 吃了两三天 快一个礼拜 症状有好一点 但是没有完全舒缓 他突然就觉得 好像也不太对 他就说 你是不是有出车祸 他就问我 你是不是出车祸 我说 对 我那个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 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慈善赛车 开开开开开 开一百多 我刚好在F1赛车场有一个很大的法夹弯的时候 我这样子转弯 有一个车子直接拦腰把我的车子撞了 然后我车子就一百八十度向后了 但那时候我就不怕死 因为我瞄了一下我旁边的教练 好像没事的样子 我就继续往前开 所以我还得了第三名 好 这是这种话 但是呢 他就说 你是在右转的时候被撞的 啊 这是算命的还是看命的 他摸摸我的脖子 他说你是右转的时候被撞的 他说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撞到了 所以就压迫到了呼吸的神经 所以才会这么喘 那跟吃中药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又去给他推拿了一阵子 可是这些东西说实在 你只是这样压迫到神经 你有时候照X光你不见得照得到 但是哎 中医好像也就帮你解决了 对 你要说神的 那谁好像都经历过一些 那家伙 那家神的真是 麦都不用摸你的 你的后半生的命运都能给你说得出来 这是算命的啊 这是中医啊 我怎么老觉得中医和那个 我老把中医和京剧混在一起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关系啊 有点关系是吧 我怎么觉得他们是会 到时候要是没也是一起没啊 怎么会没呢 就是说消失了 就是就是 你说叫中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不会是吧 他是一种啊 传就是这个传统 你知道为什么说要保护中医 保存中医 就是说人家讲这个世界叫什么多元化 包括联合国为什么都要保护 韩国都要申请 就要世界遗产 遗产 你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未来人类发展的道路上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能解决你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现在对自然的认识 比如西医 它是有限的 置之为置之 你目前就根据你的所知来决定你的生活 可是比如说也许某些这种传统的智慧里 在中医里 假如说比如说将来抨击又弄个什么病 没准在中医里发现了一种东西 能够通吃这种病 所以你要是把它给灭绝了 那么也许就葬送了人类未来的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救星 可是我觉得不会谁能人为的 比如说发个文了什么就能灭绝 或者呼吁一下就能灭绝一种东西 就是跟那个 就是只有市场经济像一只无形的手 其实它是这种东西 它能 比如说我就想判断这种事 谁能留得下来 谁能发言光大 就是看年轻人喜欢不喜欢 接收的多不多 如果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会留的时间比较长 这准年轻人 比如20多岁的人得了病 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啊 你不要说我去那个中医诊所的时候 还挺多年轻人的 真的挺多年轻人的 对 这个中医嘛 就是调理调理 我一般碰见的调理调理 但是呢 真是急疼脑热的时候 一般人还是奔了西医了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家庭医生嘛 我们自己会决定状况嘛 对不对 现在这种针灸的东西还有吗 中医医院有针灸科吗 就还靠扎针治好的病吗 有有有有 有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针灸减肥 是吗 针能减吗 针灸减肥吗 我曾经以前在台湾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有请过那种针灸老师上来示范 什么叫针灸减肥 其实它那也不是扎针让你消脂 其实不是 它是把针呢 用那种很短的针 在耳朵这边扎了一圈 它是抑制食欲的 比方说他我也不知道他就说这边有穴道是食欲啊或什么的 他就扎了针在那儿然后他就把它粘在那儿 你就那粘一个礼拜 你那个礼拜吃的比较少就可以减肥 一个星期不能拔下来 就粘在那儿啊 睡觉的时候就扎进去了 那他就是像图钉一样的东西 对小钉在那儿 但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不需要用那个方法减肥 所以我也只是在电视上被人家这样扎了一下 然后下了电视还是把它拆掉 但也有人说很有用 你不知道 真是天知道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最近看本书啊 就说有可能整个 比如说这个西方科学 他对这个人体的这个这个这个整个概念啊 有点问题 比如说他们就说这个经络呀 不是现在也有所发现吗 经络可能是人体的一个信息高速公路 就是假如说你把人体当成一个电脑的话 你会发现他除了这些硬件之外啊 他其实还应该有一些软件 要不然你这个心会跳 胃自然的就会动 是吧 是这个还有很多没发现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时候说头疼一头 你的胃有了毛病 但是会不会是你这个 另外一些我们还没发现的一些信息系统 输送系统出了问题 导致你这儿出了问题呢 对啊 就好像精神疾病也是一样的 你说你说所谓精神疾病 比方说像躁郁症啊 忧郁症啊 精神分裂啊 人格分裂啊 这种东西 其实你说西医目前也是 不要用百忧解在控制好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分解 你的大脑里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出现 所以我总觉得 人呢 我们对自己都认识的非常少了 我们现在只是就 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掌握的 然后我们好像智力的一些制度 然后希望来管理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说像中医你说你真的想要去掌握它管理它 我还不如觉得好好去开发它 然后真的让它成为可以说服人的 大家也比较相信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西医作为首选 把中医作为一个辅助治疗方法 有点是像二奶一样 二奶 有点 你的语气听起来好委屈 有点这个意思 真是 他这个该怎么看呢 我老是觉得那个中医啊 你得是像练武功似的 别找高手 有 你真的碰上那个厉害的中医 那是真行 但是问题在于你不是说 你无从凭借过